女飛虎是辛苦的 因為體能上那個負荷很大 因為你看看我的頭 然後那個頭盔的重量 在感覺上 我那時候一直是這樣 每一天 因為我的頸可能只是比較長 之後又沒有什麼負重能力 然後那個頭盔是天天我們拍幾多小時 就摘著頭盔 可能負重多 那你要很短速地跑去一個位置 突然那一刻爆炸力 就令我扯到大腿那兩條筋 那時候我記得原來 我不記得 是卓熙在這次飛虎提醒我 原來我那時候拍節目巡禮是跟她拍的 我那時候是一個秘書 然後捧一些咖啡進來 給她們 在一個場台開會 她們有很多個人在 那我那時候 害怕都來不及了 捧著一些飲品 我怎會記得有誰在現場呢 然後卓熙就說 哎呀 那時候還走過來跟我說 跟我們的前輩說 希望將來有機會合作 然後她說 我現在不記得她 她很生死 很恐怖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哈哈 因為 而且眼睛很電 她是有隻貓眼的 嗯 嗯 貓眼 你不覺得她的眼睛很貓 嗯 最初都覺得 其實 看起來好像我們都很相配 兩個大大眼 外形上的感覺都應該 大眼大鼻 兩個都很相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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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轉她五官上襯 然後覺得 應該一出來 希望都有CP感 然後怎知道 一穩定情之後 玩完了 都不夠一天 然後就 噢 沒有了 那都幾大打擊 我猜不到 編劇玩到這麼大 哈哈 已經是時候 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或者對劇本的要求 會不會都高了 嗯 要求就一直都是 沒有鬆懈過的 但是我就 不停就是要提醒自己 千萬不要選擇 安全的路線 因為 就是安全路線去演繹角色 就會很 怎麼說 都不生動 嗯 可能會很安全地演出一個性格 但是你永遠都不會有一個突破 當然要放開懷抱去演 演完是被動 現在疫情更加被動 所以就是被動得不 哈哈哈 如果你明白我說什麼的話 你用這段時間做些什麼 有啊 我砌了很多圖 哈哈哈 我都覺得很奇怪 我很喜歡砌圖 因為砌圖是很治癒到我心理的 其實砌圖就是好像我們人與人之間 是有一個聯繫 聯繫 每一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一塊砌圖 你都會影響到另一塊砌圖 然後你要有這樣的團結 才可以形成一幅完整的畫 還有你在尋找的過程 你又會覺得 是不是很像人生呢 尋尋覓覓 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可能在工作範疇上 你現在這一刻 是需要這一塊拼圖 或者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是差什麼呢 就是又找到一塊拼圖 就是你明白嗎 哈哈哈 現在哇 你疫情這麼被動 尤其是我 就是 因為爸爸媽媽都長期病患者 我如果要見父母 我自己的壓力就是 我要很小心 疫情令到我會想他們想得多了 然後很擔心他們 就覺得 就是真的 寧願 好好利用這段時間 跟他們相處多一些 那我最近呢 就是陪他們打麻將 我之前不懂得打麻將 我是那些 我之前試過東南西上北 就是可能 到我的時候 他們個個是 就是去廁所 那些 因為我是想很久才打一隻 那些 但是 就是有這些 搞笑的小情節 那爸爸媽媽笑多了 那我就覺得 就是 開心了 見到他們這樣 叫Yelbert一起打 打 嗯 哈哈 他應該忙著唱歌 嗯 但是你們這段時間也有聯絡 有沒有多了一段時間 大家 都不會 就是 夠膽見 始終跨家庭 就是 也要小心點 有訊息 訊息 訊息 看看大家近方 問他有沒有工作 有沒有錢 這樣 有沒有錢 你拿家用啊 不是 就是 了解一下行程 看看他有沒有工作 就是 看看在這段時間 就是 究竟大家工作上的安排 有沒有 就是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 譬如說 喂!你有工作接來的話 你就好 我最近真的沒有啊 就是可能大家可以 就是 傾訴一下 這樣 需要磨合啊 你想不想這些啊 嗯 那 就好像 砌圖一樣 沒錯 你也是要 可能 這個位置不對 你就找一下 第二個位置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就是 我覺得 就算人 什麼關係也好 朋友 父母 男女朋友 什麼關係也好 人與人之間 都是要磨合的 嗯 你 甚至 不 我們 感谢观看